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二手樓盤 我們的地點在Richmond市中心 一個1996年單位 兩房兩次室內 即910多呎 然後全屋亦做好裝修 這些裝修大家看到都是2018年做好 地板、牆全部游過 地板換過 整個廚房都更新過 它的地段都很方便 在Richmond市中心 逛去Richmond Center 或最近的大統華 都是大約10分鐘左右 Lansan就來少少15分鐘 Walking Distance已經可以滿足了很多衣食主行的需求 都可以逛去Skytrain站 門口進來 這個燈向南 就不會那麼容易篩斜 門口進來之後 這邊有兩大衣櫃 都是玻璃鏡櫃 可以方便照鏡 屋主現在做了一些鞋櫃 可以放很多鞋 靠靠底給大家看看他們的鞋擺設 這邊還有一個方便鞋櫃 掛衣架 然後這邊進來之後 就是一個廚房地區 屋主在2018年 將全屋都升級了 包括廚房 所以大家看到 打開了這個洞位 面對著客廳和飯廳 就是這個Island桌面 以至這裏整個L-shaped廚房 桌面都是Court材料 都是新換過的 而這些Back Splash也是新的磚 下面的櫃底也加了LED燈 所以這邊會很光亮 櫃櫃面也都換過了 裡面都保持得相當新正 屋主擺設的東西都很整齊 我得到它的允許開小櫃給大家看 其他就不開了 然後我們看看這一邊 它一直很深 進來這裡就是雪櫃位 也是換過的電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鏽鋼的雪櫃 也挺大的雙門雪櫃 旁邊做了一個小櫃 這個是他們放飲品和酒櫃 後面這個就是Pantry 加上laundry room 其實laundry room 打開門之後人可以走進去 空間感 現在多點東西 因為它後面做了櫃 它是Bosch的乾衣機 洗衣機上面還有擺東西的空間 這邊還有一個凹位 現在它換了Bosch的牌子 上下搭 這裡屋主也自己放了一個 樓盤放東西 也有燈可以開關 這邊這些都是儲物空間 抽油煙機 爐頭也換過了 這個爐是電爐 下面是stove 好 這塊東西可以的 遺餘清潔 不用擦那些磚縫 洗碗碟機也是換過 洗手盆的話 就是雙洗手盆 洗手盆的方向向屋內看 可以看到前面的藍邊 大家看到那個大的sliding door 可以開窗透氣 就是向藍面的 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樹 以及圓景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看看 好 廚房地下也是鋪了地磚 這裏是接縫 出來是Lamonade地板 我們看看 然後來到這裏 就是一個比較大 和試正的飯廳位 現在這一張是六人桌 如果大家想拜一些大 再大一點的圓桌 應該都可以的 有個吊燈位 這邊就是沙發位 其實感覺上整個客飯廳 空間都很大很寬落 一路三人大沙發放到這裏 闊度看電視都可以舒服的 這邊還有一個書桌 可以放在這裏 這裡有窗可以通風 所以除了sliding door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可以開的小窗 在這裏 窗面遮住了 我們現在出了露台這個位置 是有一級高了 但這裡又凹下來 所以大家不用怕水會走進去 露台是正正方方的 露台的方向和屋的方向一樣 都是向藍的 就是望回原景 大家看到這個草地仔 其實都是屬於屋苑裡面的 普遍地 有些綠化地 有些樹 如果去到夏天 樹生葉出來 應該會更漂亮 跟前面的樓的距離 都很遠 大家再意氣看過去那邊 其實是 parking lot的位置 這個單位的停車位 即是跟這個單位的停車位 其實就是外面的 open area 停車 即是一個沒有蓋的停車位 但是屋主告訴我 其實這個建築 都不少有年長人士在這裡住 其實他們是不開車的 通常是 walking distance 去附近買菜 去吃東西 變成會有多少吉的車位出來 所以屋主現在的做法 他們是50元一個 租了兩個車位 室內 然後再把自己的 open area 車位租出去 50元一個月 也是50元一個月 便是平的 所以變成可以 雖然說 unit跟車位本身是 open 但其實他們用家 都是自己可以用回裡面 還可以租兩三個車位 方向的話 這邊是向南邊 其實這裡再過去 隔了兩棟樓之後 就是Westminster Highway 然後那邊 Bridgeman Center 就是那個方向 走過去就十分鐘左右 一路走過去其實都有很多配套 這裡附近都是住宅區居多 所以治安或者安靜程度 都會是不錯的 就算大家不想走路 去Richmond Center的話 其實步行出去 就已經有巴士站 五分鐘都可以坐車 到Richmond Center 所以連長在這裡住的人 很多時候走不動 就坐巴士這樣 這隻職 它的開職就是門口進來 這些是比較 living space 或者是有朋友都可以在這裡玩 房間其實是比較傳統的 放到裡面的比較 private area 所以大家走到露台這個位 就是走廊 進入洗手間和主人房 我們看看客廳 洗手間一樣也是做了更新的 所以大家看到這些檯面 下面的櫃櫃桶 全部都是新的 不是原裝的 1996年那時候的設計不是這樣的 這些都是已經新的 18年的時候做好的 包括鏡子 然後這個 sliding door 浴缸 水沒有那麼容易走出來 也都全部鋪在磚的後面 浴缸有shower 下面有水龍頭 shower可以拆下來 連座廁都是換了身 整個洗手間都做過 然後看第二層 我們看到第二層 其實是有一個有corner的窗 打開窗邊 大家看看 其實窗也挺大的 這邊是向南 這邊是向西的 房間切出去一點 可以看自己的露台 這裡是多面窗 多面採光 大家看到前面的感覺 好像枯枝 其實不是的 冬天都掉了葉 夏天就會生了葉 所以這個位置看出去都會很貌密 但Stratta都會去修理 去到夏天的時候 就不會感覺上衣得太亂 然後這裡有個衣櫃 for second back room 現在是人家的衣櫃 我就不開給大家看了 暫時放了單人床 這邊有書櫃 這邊有梳妝桌 還有一個櫃仔 如果大家想放雙人床 那個闊度都沒有問題 進來主人房 空間又大很多 這邊全部都有像蝴蝶形 線形的窗 我們看看窗可以拉到多大 一路可以到這裡 這邊和那邊都是 現在主人做了兩層窗簾 白色沙面 還有一層遮光窗簾 方向都是一樣 向藍的 現在這張是King size床 旁邊還可以放兩個床頭櫃 擺位方法 其實這間床很Flexible 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照這樣放 後面是窗 但如果是這樣打橫過來 可以看窗口出去 到衣櫃也可以 這樣放就可以方便在電視 中間由床頭到電視位 都有四五步的距離 所以這間房其實挺長條型的 如果大家想在房裡 這邊再做個L-shape的書桌 也可以做到 主人房的洗手間 就是在這裡 洗手間和剛才的客廁 基本上是一樣的 洗手台 新的座廁 新的浴缸 加上一些Handhill shower 和拉門 1996年建好的建築 現在是放售 放售價是545,000 這是初次掛牌架 接下來會做週末開房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預約過來看開房 管理費是480元左右 管理費是包括冷熱水 排污、倒垃圾費 以及公用設施的使用費 包括可以去car wash也可以 所以你住在這個座廁 你不需要再付市場的 工廁 跟其他座廁有些不同 電費是自己付的 這間屋裡取暖是用電費 大家可以看到Baseboard 以及主食爐 它沒有油 都是電的 所以這些都是自己付的 我問了一間屋主 電費每個月 大概都是八多元左右 折合一個月 當然夏天會便宜 因為用少些電去取暖 冬天會貴一點 平均都是八多元左右 建築室在三樓 現在我們進來的地方 也有幾部機器 也有一些鏡 大家都可以使用一下這裡的設施 除了剛剛有健身室之外 還有一間乒乓桌房 有鎖匙可以進來 也不用預約 只要沒有人打 你可以打一整天都可以 用的人很少 像我們這樣 他又不用預約 然後有個鍵就可以進來 沒有人用的話 你就可以玩 一天都可以 如果有人來的話 還可以跟新朋友打球 鎖匙是T1 然後進來之後 走兩步 No.20就是鎖匙 這類型的鎖匙 就是打開門 放在裡面 不是鐵籠 所以大家不太看到 你裡面放了什麼 然後自己安裝鎖匙 就可以了 後面還有一個Pantry 其實都很大 你可以走 那是laundry 不是Pantry 不是Pantry 打什麼 後面這個就是Pantry 對 打開門之後 人家可以走進去 等等 我過去 好 繼續 走進來之後 空間